這個地震呢? 講到最後今年大災難的時候 那個地震是什麼樣的地震呢? 17節 啟書的16章 15到21 你們用你們的方言 你們用你們的方言 不能任你們 我們一起由17節出到21節 我們一起由17節到21節來讀 一起來 第七位天主馬萬道在宮中 就由大神殿同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 神殿又有三殿順 雷翁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沒有這樣大地震 那大城堅為三段 烈河的城堅也都不怕了 神殿堅持了大地震 要把大神殿跌入的前規地震 各海道的天移 眾山也不見 又有大震子從天落在人之下 明明的革命又有八年 為了浩子的災難 就消失水 在這段聖經當中 在這段聖經當中 他就講到最後一期的大災難 就是七碗的災難 他就講到最後一期的大災難 就是七碗的大災難 我講講 最後七年的災難分成三期 最後七年的災難分成三期的 第六章 第六章的時候 是六印的災難 第六章是六印的災難 那為什麼是六印呢 為什麼是六印呢 因為第七印是空的 因為第七印是空的 第七印就是等於七號 第七印就是等於七號 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印出來了 比如說頭六印都出來了 接著去到第七印就帶出七號的信息 第七印的時候就帶出七號的信息 然後接著一二三四五六號 講完了 到一二三四五六號都講完了 然後接著第七號就等於七碗的信息 到七號就等於七碗的信息 所以當你讀啟示錄的時候 你記得是有三期三段時間的災難 所以在五讀啟示錄的時候 要記得有三期有三段的災難 三段時期的災難 一段比一段厲害 一段比一段厲害 一段比另外一段更加難過 六印的災難 是一個人物為主的災難 六印的災難是人物為主的災難 但六號的災難已經是天災為主的災難 但六號的災難已經是天災為主的災難 但到了最後七碗的災難的時候 最後到七碗的災難的時候 人是更加無法逃避 人更加無法逃避 時間關係我只是講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地震給大家知道 我只講其中一樣就是地震 當我記得我三十幾年前 去港道港道將來的地震 一次過整個城市沒有了 我記得三個鐘年前我講到 講到一個很大的地震 一次就會將整個城市抹去 我又告訴他們 一次過的地震 連海島都不見了 我又跟他們講 一次的地震就將海島也震沒了 那些山變成平地 山會變成平地 他們在笑 他們在笑 有什麼可能 有可能嗎 山都不見 連山都不見了 海島都不見了 海島都不見了嗎 有這樣的地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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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想問你們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相信 是有可能有這個地震 令到山變成平地 有些人相信有可能有這樣的地震 可以令山變成平地 你舉手嗎 我真的有信心 大家都很有信心 你們怎麼知道呢 你們為什麼知道呢 台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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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南投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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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有可能 他們就知道 有可能 因為突然之間 整個山就沒有了 因為真的突然之間 整個山都沒有了 整條村都沒有了 整條村子都沒有了 全部被覆蓋掉 四川來的 我相信你都會相信 我想四川來的也會相信 突然之間 突然下陷了 突然下陷了 然後山就塌了 然後整座山滑到到低地裡面去 所以那些低彎的地帶 就變成平地 所以低彎的地帶 變成平地 但是山就是這樣平了 而山就這麼平了 你要用多少力才可以 將這個山這樣搬到 你要用多少的力氣才可以 將這個山這樣搬到 但是地震的威力就是這樣 也可以將它 但是地震的威力就是可以這樣 但是當我們留意看到這段聖經 我們留意看到這段聖經的時候 你就更加震撼 你就會更加震撼 我們一起讀一讀 十七到二十一節 用你們的方言 用你們的語言來讀 我們一起用各自的語言來讀一下 十六章的十七到二十一節 第七位的天使道在宗中 就有大聖經的聖經 聖經的好座上聖經 除了又有三個聖經 雷風大地震 這是第三個人意來 沒有像這樣聖經的高層 那大聖經的高層 那大聖經的三段聖經 聖經都要達到 神也想起了 他發出一大聖經 要把聖經聖經聖經 聖經的聖經 這個海盜靠地圖的眾生 燃燭 夜浪 從天過的人身上 每一個標準變化連合的 因為這個暴風 災止大 人就洩洩在上 我們看看這個地震厲害成怎樣 我們看這個地震以前是什麼樣子 18節就告訴我們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從來沒有試過這樣 比日本的地震更厲害 所以你說是的 第二 這個地震出來的時候 一個大城裂成三段 這個大城是全球最富庶的大城 這個大城按照此事來講是全球最富庶的大城 末後七年大災難當中 最富庶的大城在哪裡 末後七年大災難裡面 最富庶的大城在哪裡 後面他就說 神就想起巴比倫大城 後面他就講 神就想起巴比倫大城來 然後啟述的十七十八章 也都在講巴比倫大城 启述錄的十七十八章 也講到巴比倫的大城 耶利米書的五十五位一章 也都同樣記載巴比倫這個城 原來預言這個城將來要毀滅 而預言這個城將來會毀滅 啟示錄十七十八章 很多東西直接回應到耶利米書五十五的一章 你們講的事情 也可能會說 也搞錯 也沒搞錯 最富庶的城 最富庶的城 倒是金山 金山最富有的城市當然是金山 金山最富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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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人相信金山最富有的城市 多人相信金山最富有的城市 為何這樣也不通常 鄧姐妹 你知不知道現在最富有的城市在哪裡 你知道現在最富有的城市在哪嗎 最美的酒店在哪 最漂亮的酒店在哪 最高的酒店在哪 最高的酒店在哪 最大的水族館在哪 最大的水族館在哪 阿拉伯 在杜拜 有很多時候你和我都無法相信 有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法相信 就是在這個美索不達美索的地方 這個城就在米索不達美索 如果是五十六十年前 這個是一個荒漠的沙漠地帶 五六十年前一個是荒漠的地帶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成為最有錢的城市 沒有人會想到這會成為一個最有錢的城市 就要在這個地方 他告訴我們將來最富有的就在這個地方 原來啟述的十七十八章會告訴我們 而啟述的十七十八章告訴我們 全球各地的那些工人工人勞工都要入口去那裏做事 他告訴我們全球各地各方的人 那些工人勞工用人都要到那個地方去工作 你無法相信 你無法相信 只是中國的勞工 只是 僅僅是中國的勞工 在杜拜阿布達比是二十萬 在杜拜就有二十萬 我們剛剛有點算退後 我們剛剛有短線隊去了以後 嚇了我們一天 被嚇了一跳 二十萬勞工 二十萬中國去的勞工 將來 你會見到很多傭人都去 將來你可能見到很多傭人都去 菲勇會在那裏 菲律賓女傭會去 印傭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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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傭也在那裏 香港人也去那做傭人 不要想 美傭也去 別笑 美國人也去那做傭人 沒用 每個都要去那裏 這個聖經記載的 就是聖經記載的 是外地進去的人 可能會更多過自己本土上 外地去的勞工 都比他本土人更多 像科威特一樣 像科威特一樣 科威特外勞入到他那裏 是更多過他自己本國的人 科威特外勞去到那裏的人 比他本地的人口更多 恐怖 為什麽會這樣富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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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很簡單 實有啊 實有啊 但你要記得 聖經何時寫的 大家要記得 聖經什麽時候講過這樣的事情 啟示錄已經寫了千多二千年 啟示錄已經寫了兩千年 一千多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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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一千多兩千年 有什麼可能一千多兩千年之前 神已經知道這樣的事情了 因為神是神 整個世界是祂 整個世界是祂 地底有什麼都知道了 地底下有什麼祂都知道 祂一早已經知道了 那一早就知道了 你和我不知而已 是最近六十年才知道 但是聖經是二千年年寫得好 二千五百多年前寫得好 他一早就知道了 那聖經是一千多年寫的 兩千五百多年前寫的 他們都知道 這個地方就會成為一個最富庶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成為一個最富庶的地方 但是這個最富庶的地方 突然之間一次地震成立為三段 但是這個最富庶的地方一次地震就會列為三段 你只是說這個城市就是三段沒問題 你就是說關於這個城市列為三段 但是他就說列國的城都倒塌 他還說列國的城也都倒塌 等於有什麼可難 那有可能嗎 然後國海島逃避就是disappear 那就是說各海島都逃避 就說完全消失了 眾山也不見 眾山也不見了 沒有人會相信 沒有人會相信 現在你相信 現在你相信 為什麼 為什麼 原來不只是地震 原來不光是地震 原來不光是地震 有地震 跟著有什麼 有地震會有什麼 海嘯 地震會引來海嘯 建完仙台的海嘯之後 我們明白了 看見仙台的海嘯以後 我們明白了 其實一組科學家已經告訴我們 整個北美的西岸 曾經發生過很大的海嘯 前一早科學家已經跟我們講 整個美國的西岸曾經發生過很大的海嘯 是導致了這個海岸線是這樣的樣子 才導致了現在的這樣的海岸線 仙台的海嘯大概十幾米高 仙台的海嘯大概十幾米高 但是他們說 這個西岸曾經有海嘯是30米高 但是這些科學家 這個National Geographic 它已經播過出來 就是National Geographic裡面給我們講的 日本仙台的地震 印尼的地震發生了之後 日本仙台的地震 印尼的地震發生以後 全球震驚 全球震驚 原來海嘯是這樣將城市摧毀 原來海嘯是可以這樣將城市摧毀 然後還有大鑊子從天落在人的身上 然後還有大鑊子從天落到人身上 這個鑊子有多大呢 這個鑊子有多大呢 這道聖經它就說約有九十斤 然後是屎根 所以你們說九十斤那是屎根 可能在中國 他們用屎根 一斤等於十三兩 等於一點一磅 所以加起來是一百磅 那時候合作品翻譯的時候 用當時的屎根 大概每斤1.1磅 大概合起來所有一百磅左右 一百磅的大鑊子 一百磅從天上幾萬呎 倒下來 一百磅大鑊子從天上幾萬呎的高空落下來 如果鑊在這個時候 剛鑊到你的身上 你會變成怎樣 你會怎樣 你會變成什麼樣子 變成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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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鑊在這個車上會怎樣 鑊到你車上會怎樣 我想都會扁 也會扁 一百磅 一百磅 你看到的momentum有多厲害 一定會扁 一百磅從幾萬呎高空下來 動量之大 可是什麼都可以扎別 正經告訴我們 將來最後七年的大災難 是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你告訴我們 將來最後七年的大災難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只是這些事情發生 光是這樣的事情嗎 有排都沒有講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但是我們聚會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只是我們聚會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育之後是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女生都是我 請聽下回分解吧 你什麼時候再來 你什麼時候再來 很多人都問我 你什麼時候再來 很多人問我 我什麼時候再來 我可以天天來 我可以天天來 現在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天天都聽到我講 你可以天天都聽到我 但不光是聽我講到 在地球上 在華人士教會當中 最有恩賜二三十位 三四十位的講員 最有恩賜二三十位的講員 他們已經答應了 他們已經答應了 將他們的信息精華 將他們的信息精華 是天天跟你們講 是天天跟你們講 另外現在有四十位的牧者 另外有四十位牧者 他們願意每天跟你們做靈修 他們願意每天跟你們做靈修 每天三分鐘到四分鐘 每天三分鐘四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看著他 你可以看著他 聽到他 聽到他 他幫你做靈修 他跟你做靈修 原來每天他們有問題解答 而且每天他們會提供問題解答 問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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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在上面你也可以聽到 另外一方面有些輔導的專家 另外一方面還有一些輔導的專家 他會幫你們分享婚姻、家庭、親戚的關係 各方面這些訊息 他會跟你們分享婚姻、家庭、親子關係 這樣的主題 另外還有一些青少專家 跟你講一講 當我們照顧青少 來到養他們、肉他們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感浪要注意 還有一些青少年的專家 就會跟我們分享 讓我們養育青少年的時候 所需要一些緊盲妙計 另外一方面 你們小組聚會 沒有人會彈琴 另一方面 比如說你們小組聚會的時候 剛好沒有人會彈琴 立刻有個樂隊 立刻都有一個樂隊 哇 又小題琴 又吉他 又鋼琴 又電子琴 然後跟著很多不同的樂器 然後幫你伴奏 這個樂隊什麼樂器都有 你什麼時候請他 你什麼時候請他 他立刻到 他立刻就到 不用一分鐘 不用一分鐘 這個是Worship Team 敬拜小子 喜歡嗎 有個人喜歡嗎 有人喜歡嗎 喜歡的舉手 怎麼可能呢 怎麼會有可能呢 一分鐘左右 不是講笑嗎 一分鐘可以請放嗎 現在請大家看一看 現在請大家看一下 我希望大家緊緊記得 很簡單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的電腦上 你只需要在你的電腦上 在你的iPhone 或iPad 打一打 HChannel.tv 最多上HChannel.tv 你就立刻可以搞定 立刻可以搞定 立刻可以搞定 剛剛跟你講的事情 都可以做得到 剛剛所跟你講的那些 都可以做到 但 這個頻道 有國語 有廣東話 非頻道 有國語 有廣東話 前天 我們約了一個 是vocation的弟兄 前天我們約了一個是白人的弟兄 我跟李鶴良 弟兄跟他見面的時候 我跟蕭文弟兄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們都願意考慮 把英文的材料放上去 有英文上去 他們也願意考慮 把英文的材料 上個禮拜我在Midwest的退室會的時候 新芯 這個禁拜隊 他們願意將他們製作他們 擺上去 給大家留意 上次我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活動中 新芯禁拜隊也願意將他們 禁拜的節目擺上去 全芯禁拜隊願意擺上去 全芯禁拜隊願意擺上去 那我願意更多更多 那些禁拜隊都可以 將他們的Worship Spiritual Charaopia 都擺上去 以至到翌日唱詩的時間 你一click上去 一選那首歌 那些字就彈出來 然後那些伴奏就已經成功 你跟著來都會唱 以後你在頻道上面 將那些歌名打上去的話 歌詞就出來 半奏就出來 我們去到宣教工場 我們開始之後 沒有人教 那樣 我們在宣教工場 我們在宣教工場 要教主力士 我們學沒有人教的時候 我們教經要真理 我們要教基要真理 我們有一針見訓 或者去方性查經 我們要做一些一針堅學 福音性查經 屬靈教室 屬靈教室 誰來教我 誰來教呢 一click上去 一打開開關 你立刻可以看得到 你按就可以到了 而且有一個訓練員指南 可以給到那個教師 更詳細的資料給他們 而且有一個訓練員指南 可以給各個教師 詳細的資料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 就是一個去日本仙台鎮災的宣教師 我們為個討告 和另一方面也托了 弟兄姊妹 不單止張錢 是將150件防輻射的制服 都一次過帶到去 下面跟大家分享 一個曾經去過 日本仙台短宣的姊妹分享 他帶去的不光是錢財 而且是帶去了 大概150件防輻射的衣服 帶去那裏 還有一些探測 就是輻射指數的機器 他帶去的還有是探測 輻射指數的那些機器 我們一起看看 他的名字叫Amy 我們一起看看 他的名字叫Amy 開始吧 開始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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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隨左邊 來 左 播哪裏 巡礼 这一群里 原来他早有准备 一波巡礼 请你把好语放一边 把坏语放一边 就在纳萨纳派就分开了 今天有很多观众不认识上帝 总不认识上帝 我最近有人让我看一本书 留意我看这本书最大的得益 不是我得了什么新的资讯 而是将我过去很多年我看不到问题 我发觉原来在书本中一决度过 那你叫问得好 问得好就是说 问就好了 我都请问一下盘仓世纪那边说 就说不定的历史打距了一万多年了 但是进化论也要告诉我们 几百亿几十亿 就是很久很久的历史 很多年了 都看了三万亿几百亿几百亿的 自以古自今 耶稣基督是哪个 都提了个比法会 具身而成的人 所以一条身的手 要老师破手 但是你一定要清晰清楚清楚 知道他是越地率 但是还是越地率 只要還臉皮的話 每個月好像還很少 例如1200元 原來計的萬賣 是總共還13年5個月 有些人說男人是需要幫助 但今天找來兩位朋友 他們是很困難 如果困難的時候 可以給自己的錢 好 還有1386的設計 再看看大家 不是故意的想法 是說一生快樂 希望這個節目 能夠將一生快樂的 謝謝 感謝主 剛才主持的節目的旋律 有國語的介紹 你剛才有一個節目的巡禮 給各位來看看 其中一部分內容 包括一些什麼 大家看看其中一部分內容 是有什麼 我可以跟各位來講 我們打算在五年內 把整個《詩經》講到66整的聖經 都go through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們打算五年內 將《詩經》講到 全《詩經》66本書 都擺上去 我們會有30位的講員 國語的、廣東話的 來從頭到尾 把《詩經》講壇 帶出來 我們會有30位的黨員 有國語的粵語 將《詩經》講壇 另外一方面 整個系統神學 只有真理 我們都已經錄好了 都放在這個頻道上 另一方面 系統神學 肌肉真理 我們都錄好了 準備放在頻道上 我們希望未來一些缺乏的教會 因為這個頻道得到公益 我們希望未來一些比較缺乏的教會 是因為這個頻道得到公益 沒有的工廠 因為這個頻道 也能夠得到幫助 沒有的那些工廠 因為這個頻道 也都可以得到幫助 甚至是連弟兄姐妹 我們要上神學課 在家都可以上 甚至是弟兄姐妹 我們要上神學課 我們在家都可以上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擁有這個頻道 就是我們現在去擁有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怎麼樣來的呢 這個頻道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弟兄在一年多錢走來找我 是因為有一個弟兄是年紀前來找我 他說宋牧師 他說宋牧師 我做生意的時候 我做生意的時候 我的心非常虧錢 我的心非常虧欠 我是做一個網絡的生意的 我是做一個網絡生意的 我是做一個網絡生意的 我的生意很大 我的生意很大 整個香港政府都是用我的網絡 大到整個香港政府都是用我的網絡 但是用我的網絡做生意的人 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基督徒 但是用我的網絡做生意的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是基督徒 有很多是不健康的東西都放在上面 有很多是不健康的東西都放在網絡上面 所以我希望能夠有一些健康的東西 蘇生經的東西 有福音的東西 能夠用得著我的頻道 所以很希望有些健康的東西 他免費奉獻這個頻道 他免費奉獻這個頻道 這個平台是讓全球各地教會擁有它 這個平台是為了想全球各地的教會都擁有 把我們最好的東西放在上面 去建立各地的人 因為他這個緣故 我就願意跑出來聯絡各地的牧者 就願意跑出來聯絡各地的牧者 變成事實 這個平台不是屬於一個人 這個平台不是屬於一個人 也不是屬於一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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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同時屬於所有的門徒 屬於所有的門徒 屬於所有的門徒 所有的教會 所有的教會 所有的福音機構 所有的福音機構 恩與之聲的見證 恩與之聲的見證 全部都已經可以在上面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 然後培靈會延經大會 培靈會延經大會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 還有好幾個不同教會的信息已經在上面 還有好幾個不同教會的信息已經在上面 但是平台是免費的 但是平台是免費的 但是製作這些節目是需要經費的 但是製作這些節目是需要經費的 講談講到的時候還要Encoding Encoding是需要經費的 講完道以後 他的錄音還是要編碼的 編碼是要經費的 我們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來支持這樣的事奉 但是這個是比這個電視便宜很多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來支持這個事奉 另一方面這個事奉 比電視便宜了很多很多 我以前我的講談放在電視台 以前我的講談是放在電視台 每放一次 每放一次的話 我們就要付大概是一萬兩千美金以上 每放一次我就要付一萬多美金 就是AirCourse 你要播放出來的時候就要錢 播放的那個費用 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十分之一也不需要 我們十分之一也不需要 所以因為這個編故 這個是一個隨時隨地24小時便宜的一個頻道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李孝良 李孝良 李孝良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在美國這一邊 來成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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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李孝良 李孝良 多謝蘇牧師給我們的訊息 他也開始了介紹這個H Channel 這個機構的事工 感謝蘇牧師給我們的美好的信心 也感謝他開始介紹了 關於和諧頻道的這個事工 這件蘇牧師說 這個平台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讓我們世界各地很多目者 他們的那些美好的信息 都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傳揚出去 都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傳揚出來 正如蘇牧師所講的 這個很好的平台 讓我們世界各地很好的目者 他們的那些美好的信息 都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傳揚出去 他們在香港已經成立了 成立了大約是去年11月的時候成立 現在也製作了很好的機器節目 我們美國是剛剛才開始的 這個 這個事工在去年在香港12月的時候成立 已經製作了很多節目 但這個事工在美國是剛剛開始的 我呢 現在是暫時做成立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也有一部份同工 例如有七層參與 我們只是做一個開始的第一步 現在就是成立這個機構 要向美國政府申請 做一個非謀利的機構 做很多步驟開始 我現在暫時就當成立委員會的領導 我們還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同工 我們現在成立的第一步 就是開始向美國政府申請 這個非謀利機構的這麼一個組織 那為什麼我們要成立一個美國的委員會呢 而不是做會在香港呢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在美國 我們有美國的需要 我們美國的會友 或者弟兄姊妹 或者微信 可能我們要對美國的事事有敏感 或者要有些節目的製作 是要適應美國的 所以我們也都希望 能夠有美國本身的內容 配合在香港做 或者在加拿大 或者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需要在美國成立這麼一個分身呢 因為美國有美國的需要 然後我們很多的節目 要適應到美國地方的那些國特的需要 以後我們也將會在加拿大會 做這麼一個事工 在這裏我們很高興 能夠在這個灣區裏面 在不同的教會 都有這個 起碼對於這個事工的認識 我們希望呢 你現在又花一點點的時間 是拿出我們那個秩序單上面 這個有必 是有一個登記表的 登記表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聯繫 因為呢 你們都是我們希望 是這個事工上面的一份子 無論是不同的角色 是討告上面的角色 或者資助的角色 或者在內容提供的角色 或者甚至呢 是你自己有一個 去跟我們做推廣的角色 我們都願意你跟我們一起 我們感謝那個灣區各教會的 貴重死命的人 都對這個事工有認識 那請大家拿出你們那個 那個知識表單章裡面 有一個表格 裡面呢 就是 就是 有些問題 希望你們可以回答 你們可以有什麼 有些角色 比如說 有寶告 有推廣 有內容的 在每一方面 你有心智的 如果需要筆的話 請你提出 我們希望能夠收窄 因為這個 這樣一齊同工同心 才可以將這個H&L 在美國的事工上面可以抗爭 你們需要表話請舉手 我不記得 電大隊 讓他們在那裡 一路 一路 然後呢 當然呢 一會兒 出去的時候 我們 就完之後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感動 是想資助 H&L美國的機構的事工的話 我們出現有奉獻商 想在金錢上資助這個H&L頻道的事工的話 你們到外面有奉獻商 唯一就是因為我們還在申請 做非牟利機構的過程中 所以如果大家奉獻 我們可以給大家有這個Tax Deduction的收據 抱歉的是因為我們這個非牟利機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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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正在申請當中 所以 你們現在 在美國為何寫頻道做出奉獻 我們還暫時不能給你一個 免稅的 扣稅的 這樣一個收據 以後 如果大家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提供的意見 或者你願意幫人手 或者你 有什麼事 都請你聯絡 或 任何一個 我們的大兄 或者你在Ak Channel 加入Facebook的成員 就可以跟我們聯絡 如果大家 將來對 關於這個非牟利頻道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建議的話 都可以隨時聯絡